屏東要蓋時尚最貴的天價棒球場 要25.8億 拿出全台球場比一比 天母棒球場花費6億 能容納2萬人的台中洲際棒球場10億 新竹棒球場當初一路追加到12億 沒想到屏東棒球場竟要25.8億 屏東棒球場未來 即便它列入自藏性計畫 它要100年才能夠回本 今天的前瞻 是不是都有綠油油的相關的企業 可以承包 藍軍更起底得標廠商讀懂 陳經德是新潮流大將 過去是陳菊時代的高雄市副市長 也是陳菊愛將 更妙的是這家公司 過去只有校舍整建經驗 外交好奇會不會太詭異 這家公司呢沒有任何新建棒球場的紀錄 他唯一可以在屏東現在看到的 他是做老舊校舍整建 可是為什麼一包就能夠包到25.8億 這麼大的工程 屏東我們需要這樣的建設 我們也會負起責任把這個事情做好 陳經德發聲明說自己 從未介入屏東棒球場案 但網友狂炮轟 前瞻是不是等於前瞻 為什麼政府要拿緊急預算 蓋天價球場鋪 平額天價公路 我比較好奇 民進黨執政下的建設 怎麼都比較貴 蔡政府任內不斷砸重金蓋球場 百姓只擔心現在有個新竹大祕寶 難道接下來還要再來個天價大祕寶 記者謝宏陸離選HQ小組台北屏東報導